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嘉倩 欢迎您来到我们康复中心接受这个访问 嘉倩是个有脑中风的病人 所以初初来到她是左手左脚的控制不太好 不如嘉倩你说一下当时的情况 中风醒了之后发觉半边身是动不了 是举不了手 走不了 入院期间譬如要去厕所 洗澡洗头都要家人来帮我 因为我自己是下不了床 拿东西就只能够用右手下 左手是动不了 首先我们会和她做过全面的评估 包括感觉 机力 其实心情我们也有做过评估 嘉倩因为之前她是很好 自己走得很运动型 突然间有这样的情况 她心情都很低落 很多时候都不开心 不出声 所以我们尽量和她聊天 解释给她的状况 治疗是需要的过程是怎样的 然后我们开始针对性 做一些练习的平衡 练习的力量 还有练习的控制 治疗方面包括TMS 我们老刺激治疗是一个重要的一环 手脚我们慢慢练习的肌力 它都会逐渐进步 其实我转了院过来中大之后 几日之后做了物理治疗 其实我已经可以尝试用拐掌 自己可以走得到 过多一两个星期 其实我已经可以 一只手是尝试可以举得到 其实当时她的脚比手很快 我亦都有一个目标给她 当时我记得是近中秋节 我见她的进步挺好 我跟嘉倩说 你比心机 如果你走得好些 我们可以回去中秋节 有个和我家团聚 所以她的目标是很努力 我们一至一日都有做治疗 上下午也是很重复地做 嘉倩做完回去 每次都很累 回去睡觉 一定要睡觉 否则做不到下午 她做运动的时候 她很投入 我们叫她做的事 全部跟她捉完 每个步骤都要慢慢改善 看着她一日一日比较好 大约用了三个星期 我就可以自己去厕所 和洗澡 和可以用左手来绑着碗吃饭 嘉倩三个星期 已经开始手力和脚力都会很多 BBS的平衡量表 它由三十分升到四十几分 我们总推她 拿着士迪 可以自己乖 以及我记得手 当时握力 都已经有右手的一半 十月中我就可以自己用拐掌 回到家時 自己可以用拐杖行得到 但日常生活很細微的事情 都未必做得到 當時家人都擔心 尤其是小孩子 經常見不到媽媽 我們都盡量因應日子 當時他出院後 我們都安排他回來接受物理治療 在門陳 初期是一個星期回來 兩至三天 後期我已經不需要再用拐杖 可以自己走到 現在可以嘗試一些細微的事情 例如綁鞋帶 扣樓我都可以自己做得到 當然我們有個好整個治療康復計劃 不是只要來才做治療 家綫我們有些回家練習 他全部做到 中風我們經常說黃金康復期 最主要是頭一年 特別是頭一半年 家綫很掌握入院的情況 他住了遠都是一個月多些 然後在門陳 我們到現在做了兩個半月 他已經可以平衡力五十六分 滿分的 所以我們鼓勵他自己去戶外 自己單獨來都可以 他的平衡力都基本上沒有什麼大問題 唯獨是說有時候記性和數字上的東西 認知那裡就差了一點 我們在那方面加強訓練 早期一個星期來三次 然後再好一點兩次 現在一個星期來一次 他就來畢業了 通常康復團隊我都會包括 他的家人或者照顧者 為什麼呢 因為他要我們經常說身心健康 心靈的分享支持也都很重要 還有很多運動我們可以 教了家綫的家人 我們會教他怎樣去護理 還有怎樣去家裡做運動 因為家綫初期出院的時候 都有很多細微的動作未必做到 要家人去糾正他或者幫助 所以我們整個治療康復的程序裡面 我們都要他們的參與 他們都很投入 所以家綫也康復得很快 差不多到現在到治療的尾聲 很開心感陰 沒有想過是會好回來的 其實中風 我覺得中風的心態 病人一定要正面地去面對 和樂觀 不要放棄自己 一定要積極